大家好 我是小思 最近保险行业里出了个新事 我觉得还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也欢迎大伙一块来讨论 有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 叫保险的陪审团制度 啥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保险产生了一些纠纷 消费者不满意的情况下 可以提醒陪审团审议 然后有保险公司能够覆盖到的 一部分消费者来投票决定 这个钱到底是该赔还是不该赔 而且我当时看那篇文章的时候 也看到一个案例 大概意思就是 有位女士给孩子买保险产品 也是在这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上买的 年底买的保险产品 其实买这个产品之前 她孩子是因为发烧感冒 被确诊了呼吸道感染 同时确诊了血小板减少 但是产品买就买上了 到了第二年三月份的时候 说是已经转成了叫急性随喜白血病 那么这位女士去申请理赔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说 你在买保险产品之前 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就是你已经血小板减少了 已经这么危险了 你没有把这个事说出来 当然了 这位女士也挺不满意 说因为发烧感冒 也会引起血小板减少等等 最后反正就提醒了 陪伟川审议 审议的结果 其实我觉得大家猜也能猜得到 是一定赔的 很多人投的都是说要赔要赔 后来的确这个女士 也拿到了十万元的赔偿金 这个事怎么看呢 我看到网上很多的文章在讨论这件事 有一部分说法的说这是个好事 有优势 说这个事就是改变了之前赔不赔 只有保险公司说了算的这么一个业态 我个人倒不是这么看 当然首先来说 之前理赔能不能成 不只是保险公司说了算 原来跟大家聊过 如果产生纠纷了之后 一步两步三步可以怎么走 肯定没那么简单 说保险公司说不赔 这时候就一定不赔了 很多同事通过后续的步骤 是拿到了理赔款的 那么当然这个事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一种营销的行为 这种事很容易拉近保险公司 跟用户的距离增加信任 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是有意义的 那么从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陪审团制度的合理性 或者公平性客观性来说 其实蛮难的 因为保险产品 现在对于绝大多数朋友们来说 还是个挺复杂的产品 别说咱们普通消费者了 我碰到过不少的保险销售人员 专业素质其实都一般 说实话有的时候 我看起来都很费劲 有一些保险销售人员 连一些基本的这种保险的常识 可能都聊不清楚 所以在这么一个 应该说叫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 让大家去投票 那基本上就是感情分了 这个我觉得挺可怜的 那大家都去投赞成 那赔也就赔了 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做营销推广 去把这个公司的品牌打出来 这个可能是有价值的 但是你说这件事 持续起来一直走起来 可能慢慢的会变味 我倒觉得推进或者长期的行业 去推开这种事不太现实